來 趙哥 你這個假扮藝人 誰會假扮藝人 之前跟那個 算是 但是他本來就不是 在網紅界也不是很紅 算是當時用好的時候 是他當你助理還是你跟他在一起 他當我助理 這是不太紅的網紅 對…他當我助理 那當時我就有跟他講說 如果你要跟我工作的話 因為他有的時候也會玩直播 就是在那裡直播當網紅的 搞一些有的沒的 那我記得第一天跟他工作的時候 他跟我拍照 我看他的FB下面留言是寫 今天跟趙哥工作很開心 我不以為意啦 我心裡想 反正年輕人嘛 有的時候屋裡頭說的話也是怪怪的 你應該是那個照片應該是寫說 可能可以寫說 趙哥是我的老闆 以後有通告可以找我 我來幫他接還是什麼 對不對 他不是 他是寫說 今天跟趙哥工作很開心 那人家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跟趙哥一起來錄影 搞得跟你平起平 不是這樣子 對… 但我不以為意 我想沒關係 反正年輕人想怎麼說話都無所謂 慢慢開始 我們上一些節目 有的時候會贏到一些獎金 對不對 他會拿那個獎金袋子 就拍特寫 就這樣子 今天贏了獎金 開心嗎 獎金應該是我吧 對不對 但是人家不知道他上什麼節目 因為他不會在大的環境 他很聰明 就拍一個特寫 今天上節目影響今天很開心 或是說我們今天有的時候 我們會上一些美食節目做菜 他很會經營自己 做了菜以後呢 然後他就把那個菜端起來 端起來拍 今天做的菜在節目上 好吃嗎 他就避掉我 他還避掉你 好巧妙 他不知道的人會覺得說 哇 他有上節目去做菜 他借花獻子 求過他自己 對 他這樣子搞 那尤其有的時候 我們上一些節目 我會得到一些獎品 那有像晨晨哥 他那個不是有送鍋子 什麼對不對 今天又贏了一個鍋子 太幽默了 真的就是 那個人很奇怪 對啊 你應該是找我一起拍 家裡鍋子多到用不完 所以他其實在幫自己充人氣 對 所以你就覺得奇怪 這個助理不對 你應該找我一起拍吧 對不對 他就是要避掉你 把我的事情都給避掉 那就用成是他的 他偶爾自肥一下 那也無所謂 沒有沒有 這樣就會有個問題 因為還沒有讓他管到錢 如果真的讓他管到錢的話 誰知道酬勞進到他口袋 不給我們 還是說是中間撥去 對啊 你就有問題了 所以這助理 用了沒有多久就不敢用了 對 嚇到我真的會嚇到 是…現在也不見了 沒有了 我是沒有看到他 他們在別的地方 我就不曉得了 是… 是…